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三件事情 就是证明你是不是容易肩颈酸痛的人 所以老师不用 就是他不用挂号 你在门口看到他 你就知道他有没有肩颈酸痛 就是要有那个体质 就是会肩颈酸痛是有原因的 不过你的身体会有一些讯号会生间出来 到底是哪三件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举手的习惯 举手 举一只手还是两只手 举手 举手 这个习惯 像你的动作就非常好 我的动作很好 像我的动作你们发现到 我没有举手耳朵跟肩膀的距离是这么开 可是我一举手还是一样 可是很多人会这样 一举手他会怎么样 拉起来 你的耳朵跟肩膀这边的距离变短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多人一举手就这样 那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你的肩部 就是肩膀上方的上斜帮肌 还有颈椎这边的肌肉 它比较紧绷 那个颈绷是我们拥有说法 是过度的被激活了 什么事情他都要来掺一脚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我们下背 肩胛骨的下方的肌肉 都没有在作用 因为你如果长时间驼背的人 这个肌肉就会长而松弛 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你在煮菜 提水壶 或者是挂衣服 你都是耸着肩 这时候动不动都耸肩 那个肩颈的肌肉就像一个焦虑的妈妈 什么事情都说我来我来 它就会过度的被活化 那反而就是酸痛的一个原因 所以有耸肩的习惯 就是容易肩颈酸痛的体质 任何的动作肩颈酸痛 久了就会变成这边越来越僵硬 对 它动不动 例如提个水壶 它就会过度用脖子下方的 这个肩颈的肌肉在用力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就叫做动作控制的不良 我来示范一个错误 就是如果我们突然举手会这样 当你的姿势是这样子的时候 要注意喔 你的肩膀是有问题喔 对不对 你就真的会很容易肩颈酸痛 好 这是一个可以 我们可以去检视的这个针照肌 那第二个姿势呢 可能你就算你觉察到了 那你也很不容易改 就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啊 说立正站好 是不是都这样站好 对 立正站好 对嘛 没错 这是我们的大拇指 是朝向正前方的 正前方 对不对 没错 是这样 可是很多人在自然站立的时候呢 他不知不觉 他的大拇指 就会朝向相对的方向 怎么会朝向相对 那他整个人要这样 就像星星 有没有 他要整个这样子 拖起来才有办法 但是你会 我们看起来都还蛮正常 可是很多人我一看他 这个人一站立的时候 自然站立的时候 这个大拇指就会相对 就会往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动作就叫做 他有圆肩的筋膜形态 我知道这个姿势 常常在哪边可以看到 下班族 下班的时候他会这样子 对 就会这样 会这样下班回家 其实你看 你为什么跟这有关 佩许 你试着 我们把手指头打开 两身高的时候 手放大拇指朝正前方的时候 你把头往上拉 下巴往上拉 你可以看到正上方的位置 没错 好 请回来 来 观众朋友你试试看 如果你是把手臂 大拇指相对圆肩駝背的时候 像这个状态下 大拇指是相对的 好 这个时候你把头往后倒 你会发现到根本看不到 刚才的位置 我抬不动 对 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的肩关节这个地方 如果是属于圆肩的状态 你连脖子的位置都会被挤压 颈椎是被挤压的 所以这个也是容易 尤其是个肩颈穴 高慌痛的人 都会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怎么治疗 反复看医生都很难好 因为你可能缺乏运动 来伸展你该伸展的肌肉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 我们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平衡 它应该是要处在一个 非常平衡状态 你哪里紧 就会有一个哪里是松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调整 我们的姿势 那老师 你说我们这个 有圆背这个情况 其实它也伴随为驼背 那像驼背这个状况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 好 这个很重要 第三点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接下来那个小检测 你是不合格的 我强烈建议你要回归到运动 跟知识注意这件事 否则你做在座的治疗 都不会有效 那个检测要找一个墙壁 那我们这里有墙壁 对不对 那这个墙壁呢 我们要靠着之后 要往前走路走 往前30公分 为什么 因为要让髋关节是半蹲的 是 曲曲的 这时候你腰摸摸看 可能有空隙 你要做出收小腹的动作 把这个空隙收起来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要有点收起来的感觉 有点下腹部要往内卷的感觉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收 你就做出打喷嚏的动作 你就会做出背部贴住 然后上半身也贴住收 那个头也贴住之后 手伸直 然后再慢慢看能不能 在腰没有离开墙壁的前提之下 手贴到墙壁 老师做起来很简单 我觉得这有点难度 对 你来试试看 我觉得有点难 对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生完小孩之后 因为要抱小孩 所以我发现 我自己就发现 我有驼背跟圆肩的这个情况 你做得很好 就是本来有空隙 现在都没有 一点空隙都没有 没有了 对 因为它有收小腹 好 接下来关键是 我手举得起来吗 对 可以啊 非常的好啊 还是有一点紧 有一点紧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都还不错 真的 我们遇到很多的人 真的会 来 你做出碰不到的样子 碰不到 对 好 有人会做 腿会到这个位置 就这个空隙越大 如果观众朋友 你的空隙越大 代表你要进步的空间就越大 代表 那可是呢 你为了要把他往前 肚子挺出来也不行 就是有的人会 如果我要这样子 就是把肚子挺出来 对 这样就不行了 对 我们叫腰 屁股 腰 腰 背 手臂都贴到 乘一直线 这样才叫合格 刚刚以上三个姿势 我是中一个姿势 其实代表说非常严重吗 还是说要三个全中 才算是重症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三个呢 其实都是 两层驼背的起子 其中一个 你只要是不合格 基本上你就容易肩颈酸痛 那有不合格的程度 那个三个都有的话 代表说 你经常都在酸痛中 对 所以老师这边有讲解到 我们的不良姿势 第一个驼背嘛 对 再来是我们可能会半躺半坐 没错 这个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刚才讲到 哺乳的那个阶段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你的脚 因为那个时候 你如果坐在床上 甚至于在沙发上 都不见得会把屁股塞到最里面 没错 不会 对 所以就是 就是说我的屁股在前面 椅背在这里 所以我靠上去之后 它有空隙 这样塌下来 那我中间靠一个枕头不行吗 那个枕头如果是 有支撑的靠背垫就可以 可是如果是抱枕 软的棉花做的就不行 就不行 我教各位怎么判断 如果今天你屁股塞到底 量身高你靠上去 你是倾斜 可是后面有一个支撑 对 你呼吸会是顺畅的 可是这个支撑是 如果是抱枕 你如果靠上去之后 它会塌掉 你呼吸就会闷 所以如果你是塌掉了 改变了脊椎的曲线 那这时候就会闷 那时候闷代表说什么 代表腰破到腰椎 那你想啊 如果连腰椎都塌掉了 我的背是变成一个 圆的状态 对 而这个有点像我们的脊椎 是一个圆形的 拱背的状态 久了就跟我打电脑 这张拱背久了 喝咖啡这样子 坐着拱背久了 刚才那个检测 就会不合格嘛 对 所以刚才那个检测 是属于胸椎的僵硬 也属于扩背肌的僵硬 那就是有拱背的习性 那我们就会觉得 拱背应该是 站着才叫拱背 是 其实不是 打电脑的姿势也在拱背 然后半躺半坐 也在拱背 把脚跨在茶几上 放在床上 这种过程 其实整个是一个 全躯的状态 其实也叫拱背 还有一个你猜是什么 我在猜 很多人 像我自己 每次主持完之后 因为我会翘脚 因为上镜头好看 我就发现 我当天只要有主持有翘脚 我晚上腰椎跟颈椎 开始就不舒服了 所以是不是因为翘脚 这个原因 没错 厉害 其实我们人的身体 从足底到头面部 我们的骨头有200多根 筋膜有几片 筋膜只有一片 筋膜只有一片 所以我们讲 足底筋膜是足底部位的 腰背并有腰背部位 但是它全部 全上下是一片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一个筋膜的模型 就是我们人自有弹性的 这是骨盆的概念 所以这样是对称的 可是如果把某一条肌肉 这个有弹性的 就是我们肌筋膜 如果翘脚都只翘同一只脚 它变短了 我只一个地方变短 全部排列都歪了 开始歪了 全部排列都歪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我的痛点在肩膀 其实你的骨盆 你的下肢 如果是你左右不对称 其实它的那个张力 会不平衡 会集中在某个位置 就是你最容易发生的位置 那老师我请问一下 我今天这样子翘脚 我明天换这样子翘脚 可以改善吗 如果你翘脚都只是暂时性 左右轮地翘 其实那不是罪恶 不是问题 最怕是我们翘一只脚 然后就很少换 然后你的肌肉筋膜 会卡住在某一种张力下 所以是固定姿势 反而更糟糕 佩训你会发现到 最近不是都会 我们有时候会 午后大雷震雨 那种大雷震雨 有人穿长裤 有人裤口会发现 一边湿的比较多 一边湿的比较少 那老师是不是有一种 比如说我的鞋子的鞋底 它磨的是不均匀的 不均匀的 然后背背包 有一边背得住 另外一边背了 就会掉下来 对 没错 然后那个裙摆 不是走路会飘 有时候我看到女生 一边飘得大 一边飘得小 然后中间不是有裙缝 后面或侧面会偏移 男生的皮带会高低 然后你发现到 你的生活中 你会发现到 有一边会比较松 一边会比较紧 这样子也是常常 你可以去救她 你的身体有没有不对称 那针对肩胛高黄的部分 大家可能要再做一个小测试 叫做抒情背剑 抒情背剑 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很好玩过 就是你把手移上一下 背背看 我背得到 对 然后背得到之后 然后请换边试试看 换边背不到了 对 换边 糟糕 对 你会有点比较紧 对不对 对 左右不太对称 对不对 好 天哪 其实你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就是你距离还 因为你虽然你换边 但是还是勉强 我看快碰到 有碰到了 有碰到了 终于 很勉强 可是另外一边更好 另外一边是非常好扣 所以肩颈酸痛 其实我们讲 痛点真的不是重点 它其实在背后说明的是 你有驼背的生活模式 吃饭的生活模式 吃饭的生活模式 你东西在背后再看